准备200克的普通面粉 15克的白糖 25克的玉米油 大约120毫升左右的牛奶 搅拌成棉絮状之后 再揉上光滑的面团 面粉放在一旁醒发 拎起一个碗 准备120克的普通面粉 或者是低筋面粉 再加入60克的玉米油 这样我们的油酥面团就好了 把油酥面团均匀的分成10等分 再把水油皮面团也均匀的分成10等分 取一个水油皮面团稍微整理一下 再稍微撑薄一点 包入一个油酥面团包起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之后 取第一个我们包好的 轻轻的擀成牛舌状 再从一头卷起来 在取第一个做好的 几口朝上 再一次擀长 再给它卷起来 全部做好之后 盖上保鲜膜 饧上10分钟 取第一个擀好的 稍微擀长一点 然后再支撑三折 再稍微擀长一点 全部擀好之后 摆放在烤盘上面 表面再刷一层薄薄的蛋液 再撒下芝麻 在今天的拍打表面 使芝麻粘得更牢固一些 放在进行热好的烤箱 剩下我180度 烤大约20分钟左右 我们的芝麻烧饼就做好了 表皮一碰就掉渣 层次丰富 而且特别的薄 一层又一层 特别的香酥 表面粘满的芝麻 吃起来又有浓浓的芝麻香味 又香又脆 做法稍微麻烦了一些 但是同时成品颜值高又好吃 喜欢的就收藏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击关注哦